冰床 轮椅和大批病患家属 医护通通挤在医院大门外 但谁也没想到 安泰医院这场大火 竟夺走八条人命 起火原因是就责关键 我个人觉得 一定跟台湾有关系 因为昨天晚上就一直 电一直跳 降得到一个压力 我们的发电机会自动跳上来 所以那个自动切换系统 会在那边一直转一直转 活灾后第一时间 肃清泉说是台风天 台电供电不稳 跳电导致院方发电机一再降载 但台电出面打脸 我们的供电是正常的 设备也没有损伤 那另外我们的配电室 也没有受损 所以我们供电应该是 是还算蛮稳定的 我被告诫 不要跟政府对干 所以我不讲话 但是我们的督导 我们的副理长 跳电这几天跳电 几点几分几秒跳电 他们都记得清清楚楚 我现在跟地方政府 跟中央政府对干 我不是疯了吗 活灾当下 医院大厅乱全一团 外头大风大雨 病患家属医护全挤在一起 疏散一团乱 九名死者中 有八人是卧床病患 无法自行逃生 起火处被发现 防火区化 防火填塞都没落实 加上大量海绵电易燃物 火势迅速蔓延 浓烟形成烟囱效应 也是致命原因 台风这样 强风这样一直吹 又断电 要就地隔离 我看这一次 我个人是看似行不通的 至于有一些学者专家 现在在坐在桌子上 在那边检讨 在那边东批批西批批 我们心灵了 最后最终责任就是 苏清潜负转 火警是意外 还是人为疏失 除了事后检讨救责 更要重新拟定医院救灾 SOP才能避免悲剧 已再上演 近期会许少女 黄一轩 陈振佳采访报道